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工作的坚持 我们对我们家庭的坚持 甚至于我们做人处事的坚持 然而最要紧的是 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信仰的态度坚持呢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对爱我们的神坚持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二十节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 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二节到二十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一开始 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是讲到一个名养的比喻 他说到一个人如果拥有了一百只羊 但是如果其中一只走失走迷了 他会怎么做呢 他岂不是撇下这九十九只 然后往山里面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吗 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了 上帝那一种急切的心 我们可以想象吗 假如在教会当中 我们在聚会的里头 教会假使说有一百个弟兄姊妹 在那里聚会 但是今天的聚会里面 只有九十九个 这位牧师会说 对不起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聚会稍微要稍微停一下 因为有一个肢体 有一位弟兄姐妹 就没有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光景 是非常匪夷所思 然而不要忘记 弟兄姊妹 这就是上帝急切的心 上帝急切的心到一种程度是 即便这九十九只羊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其中一个甚至于可能还得过奖 其中一个甚至于又表现得很卓越 甚至其中一只羊非常非常的活泼 非常让他满意满足 但是就那么一只羊迷失了 以至于这个主人 他必须要撇弃 他心里头不得安歇 他里头不得安稳 今天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在乎的是 那一些迷失的羊 那一些迷失的羊 那一些在羊圈 原来在羊圈之内 但是如今在羊圈之外的 那一些迷失的羊 那一些的羊 现在的光景是如何呢 但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们自己让这一些羊 成为迷失的羊呢 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 让这一些羊成为迷失的羊 让那些迷失的羊 没有办法回来 迷失的羊也让我们想起了 让子回头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里面 特别提到了那一段的经文 当让子他离开家之后 他想起父亲的爱 有时候稍微离开是好的 稍微离开会让人想起 那团契之美 当然我们如果从这个 整个老术的眼光角度来看 当然他也是讲到了接纳 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要特别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预防人迷失 但是相对的 如果有人的行为 造成整个教会的一些混乱 甚至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需要启动另外一个机制 让他暂时成为迷羊 让他可以回到上帝的 上帝的怀抱当中 所以这也是 等一下下文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教会的惩戒的问题 有时候暂时离开 不一定不好 但是还是要求上帝的灵光造他 让他可以回到这爱的团体当中 所以神给我们有智慧 面对那迷失的羊 我们急切找回 可是面对造成教会一些混乱的那些羊 我们需要做一些惩治 有时候让他离开 也是保持整个教会的 还是让他回来 让他离开的目的 还是希望他回来 让教会能够在爱的团体当中 继续来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 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用神的爱来帮补 也彼此用上帝的爱 我们来兼顾 然而当有人在我们当中 可能在教会里头 我们会有一些 罪的问题产生的时候 甚至于最容易发生的 恐怕就是批评论断 恐怕就是有一些言语上的挟持 在这个时候圣经 耶稣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教会惩戒 或者维持教会纪律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是三个原则 按照圣经的记载 第一个 当有人得罪的时候 第一十五节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这个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人得罪我 我怎么去呢 应该是他来到我的面前 拿着礼物来跟我道歉才对 那怎么搞到最后是我去呢 圣经的原则是你主动 你去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有人得罪了你 采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 你先去 然后呢 趁着只有你跟他独处的时候 只有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 就独处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就是什么 指出他的错来 弟兄姐妹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常常是生气 生气 生气 在我们的心里面 可是 圣经教导我们是 我们要先主动 然后呢 趁着独处的时候 为什么要独处 因为显然 神不愿意 我们的错 被显入 就是在公开场合里面 被显入出来 神保护我们 这是第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去找他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不听呢 就采取第二个 在第十六节 就带着一两个人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就是一两个 包括你的话 个人当事人 就是大概有两三个 然后透过两三个口 可以来为他做见证 做见证 两三个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片面的 这种成见之词 人最可怕是成见 人最可怕是片面 所以呢 我们两三个的目的 是第一个 不要 只是凭着 个人的片面支持 同时呢 还有劝告的作用 一个人 当事人可能还在生气 但是两三个 还可以作为 劝告之用 这是第二个前提 就是说 我们单独去找他 这是第一个 如果他不听呢 找两三个 这是第二个 那第十七节 讲到的是第三个情况 就是如果他还是不听的时候 就交付给教会 就是圣徒团体 那让教会来做惩治 那如果教 如果他还是不听 不愿意规劝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视为什么 圣经说在第十七节说 向外邦人和税吏 为什么要视他们为外邦人和税吏 是因为他们不在圣约之内 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 不像个基督徒 惩戒的目的 不是把他们赶出去 惩戒的目的是希望 把他们找回来 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在第十八章十二节里头 讲到那个迷羊一样 迷失的羊的目的 不是让他迷失走失 让他找回来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当中 需要有这样的爱的团体 让神的同在之中 我们必须要因着神的 我们常常提取神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之中 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爱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你 在地上设立教会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可以彼此帮补 可以彼此学习 可以彼此成长 可以彼此的扶持 主啊 总是在这个教会的里头 我们也许 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受伤 在肢体当中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过不去 心里头不舒服 主求你用你的爱 兼顾我们 让我们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并且勇敢地去面对 我们彼此之间的嫌隙 好让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 荣耀上帝的名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